不舍粉丝苦等!席琳迪翁亲自爬出天窗道别坚持千万美一位粉丝:"台湾好美,我一定会回来!" 50岁加拿大美声天后席琳迪翁·斯兰·戴恩·奎为10年展开亚洲巡回来排八天七夜在小巨蛋完美演出三场演唱会,或许是宝岛歌迷的热情感动了天后,他在13日第二场演出时不仅加码清唱,更在离开排杯小巨蛋时打开车顶天窗。 整个人爬出车子,亲切地向粉丝们翘翘问候。 席琳迪翁于9日抵台后,除了演唱会行程之外,大多都待在饭店里休息,尽管如此,天后似乎也明白有不少粉丝期待和他近距离接触。 因此在13日演唱会结束,准备搭车离开小巨蛋时,一见到苦后已久的歌迷,他毫不犹豫爬出天窗和大家问候。 根据网友提供的影片,可以看到当时小巨蛋外有一大票歌迷正苦苦等候,突然间一台黑色轿车从场内缓缓开出来,歌迷顿时兴奋叫着席琳迪翁的名字,而天后也知道大家正在呼唤他,霸气从车顶爬出来。 霹林迪翁为了见到心爱的粉丝们,小心翼翼地从车窗爬出来,还展示了天后是翘翟,浑身散发贵为天后的风范,让现场歌迷忍不住欢呼尖叫。 习林迪温不但热情地和歌迷们挥手 还大声的说着谢谢 直到车子开到马路上准备离去的最后一刻 都还不断的和歌迷们挥手说再见 真的是充分无际限了啊 天后的清明事迹还不知如此 他在15日下午搭乘私人飞机经由松山机场商务中心离台 见到现场30名粉丝从中午就开始等候 他立刻大方为粉丝们一亿签名 直到最后一刻才进入机场 私人飞机原定下午3点离台 习林迪温的车队则是在约莫2点35分现身 而画面中第一个露脸的就是习林迪温的7岁双胞胎儿子阿迪和尼尔森 他们一见到妈妈的歌迷 也帅气地挥挥小手致意 没想到就连亲民这一点也遗传到妈妈呢 随后习林迪温也从另一台访车中现身 现场歌迷健壮立刻大合唱他的经典名曲 To Love You More 欢送天后 习林迪温听了立刻用手扶住胸口露出感动表情 并亲切地依依为大家签名 粉丝们纷纷纷逃出自己珍藏的专辑 手机甚至随身用品像是皮夹信用卡球签名 习林迪温不仅来者不拒还开玩笑表示 这个我就拿走 让粉丝们忍不住笑翻 一见到小粉丝 习林迪温也展现亲民风范 直接蹲下来和对方平视 卖心地帮对方签名 这 这简直是太犯规了 叫歌迷们怎么能不爱你呢 现场还有一位男粉不断热唱习林迪温的歌曲 他也跟着开心舞动还说 下次你可以当我的暖场嘉宾 最后习林迪温整整为粉丝们签名了12分钟 直到最后一刻才依依不舍地进入机场 临走前还大方放送飞吻 准备前往下一站菲律宾满泥拉 习林迪温当天还感动表示 在这里的这几天都非常开心 我一定会再回来这个美丽的地方 相信台湾歌迷的热情和礼貌 肯定在天后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相信他一定很快会再回来的 最后别忘了看看天后和粉丝们的近距离互动